平常为了健康少病 白天用左臂呼吸 夜里用右臂呼吸 白天只用左边鼻子呼吸 夜晚只用右边鼻子呼吸 南回请教您呼吸瑜伽的不传致命 中医认为 鼻孔与大脑和神经系统直接相连 通过单侧鼻孔呼吸 可以调节情绪和改善睡眠 而印度的瑜伽专业人士认为 温乱的呼吸会毁灭性地干扰神经系统的平衡 平衡的呼吸则可以将过快的心率降至正常范围 帮助我们回到最佳的放松状态 事实上人体的许多疾病都与呼吸紊乱有关 比如食欲 痰语 血欲等 印度人早在几千年以前就精通呼吸 调吸法 通过有意识地观察呼吸 控制呼吸 达到修神养性的锻炼目的 如今压力和焦虑已成为 现代社会不可获取的一部分 毛毛一呼一息之间就可以彻底放松身心 南回请大师说 这种呼吸方式就是一般道教 密宗的不传致命的初步方法 每天多花几分钟练习鼻孔胶体呼吸法 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血压 促进镇静和放松 并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增强记忆力 好比只用左鼻孔呼吸血 有助于体内的气能循环来净化空气 此时气息会连同负责告知的右脑 右脑又成为感性脑或者是创造脑 透过规律的练习可以提高平时的专注能 激发自己身体协调 音乐绘画 空间几何等方面的天赋 只用右鼻孔呼吸血会助你摆脱萎靡不振 疲倦不堪甚至情绪暴躁 此时的气息会连同负责思考着左脑 左脑又成为理性脑 语言脑 在保持的过程中 如果还有多余的精力观察呼吸 那么就可以激发 女语言文字方面的表达能力 尽管有些人反对这样说出来 但国学大师南辉锦却认为 当下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 普通人很难获得更高的精神体验和生命体验 如果通过简简单单的呼吸联系 就能维持身体健康 镇定神经系统并保持放松 达到减少疾病和衰老的目的 为什么不让更多的人知道 既然是对人类健康有利的事 为什么还要藏着椰子保守秘密呢 就算这基本上是逆踪练习的一部分 但是修行不应该总是讲究太多的计划 如果你总是被凡尘俗事 搞得焦头烂额偷昏脑账 长期处于压力焦虑 以及各种负面情绪之下 不妨学习一下南回锦大师说的 单侧鼻孔呼吸法 同性连接大脑和身体